哈喽,你好,我是公民记者浩琪宝 我看到你们是教师工会的 怎么也会参加这个活动呢 怎么会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你们是教师工会的 对,因为我们觉得政府对于所有的一个贵府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整体规划 而不是说挖东墙,补西墙 因为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 而且是分裂族群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重新检讨的全部 你说你认为怎样 我们认为不应该区区分说去公教或者是老公 应该是对于所有的贵州制度 都应该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规划 那所以说呢,应该就重新建制 整个拿出来做一个检讨 不应该说分裂族群 说你是军公教,你是劳工 你是年轻的,你是年老的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切割族群的 所以你们就从台中来了 有多少人上来 我们是配合全国产业总工会 以及那个全国教师联合总工会的活动 那我们是配合政策 就是说每个县市出的几个人 然后大家就是联合过来这里 一起报到这样子 我还是不懂 你们是教师工会呢 怎么会这个是 台中是教育产业工会 那也是劳保吗 我们不是劳保 这是我们支持劳工朋友 我们认为应该对劳保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建制 了解了 谢谢你 那你们这个台中有多少人过来呢 我们几十个朋友一起过来 那全部呢 全部你们这个 我们的教育产业工会有几千人 但是我们没有全部过来 我是配代表过来 我们是加入台中市产业总工会 跟全国总工会 还有全国教师工会 所以其实团体都是应该团结起来 大家一起努力 而不是为财团 那你们有没有构思怎么样的一个建言给政府 因为常常我们碰到一个困难 就是说那你要怎样 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政府是让你们来提建言的话 你们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你们有怎么样的想法要建议政府 要怎么做 那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全教育的会里头 其实我们已经有自己内部 已经提出来透过我们的旅士会 以及那个会员代表大会都在检讨中 因为我们也提出我们自己 几个不同的配套跟改变方式 那现在大概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跟劳工朋友 就是说一分军公教跟劳动管理 也就是我都是劳动者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跟政府 做一个丁立的规划 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 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我希望说 以后大家做出来 好好的谈 谈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规划出来 当然我们讲了 不见得别的团队就能够认同 所以我们觉得大家一起来 看问题 然后我们说 这个问题 公报的推动是问题 所有的都有问题 大家一起来看 OK 很好 我是公民记者 好奇宝宝 如果你们有出来什么东西 方便的话 记给我 在网站上 请问一下您是哪个团体 我是公民记者 我不是哪一个团体 我是独立的 你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我的报道 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 把你们的link寄给我 你们说有做出什么东西的话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 教师是属于比较 超越的 不是不是 比较有知识的 比较有思想 不是说只是行动 你们会想出什么好的规划出来 希望我们可以 对 我对你们有很高的期望 谢谢 好 别人的话可能只是说 我不爽 我火大 你们可能呢 可以推出更多的东西 经过深思熟虑的 思辨的东西 然后提出来给政府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好 别人 好 我